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男人欢迎来到民主听信 刚才那个视频最后十几秒钟可能是收音设备没电了我也没在意 然后有网友反应没声音基本上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没电了 不好意思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说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那么又是临近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件事情 那么中国坚决回击美国啊 就就是把它变成事快的话来讲就是啊 放你个屁啊 什么南海不南海仲裁案的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网传清华和北大跌落神坛 呃多省啊多地高考状元啊 都不报北大和清华啊 有的很多报国防科大或者是报啊 其他一些国防妻子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清华和北大只有他妈的孤民钓鱼啊 言过其实了 没那么牛逼啊 他们在为美国输送人才 那么我们我们的状元我们的优秀人才 我们不要去报他们这个学校 把他们拉入神坛 让他们变成一个普通大学啊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清华北的啊 让他变成北京一个地方的一个大学就可以了 啊 对不对 他在北京那里招生啊 是是很低的分数 直接可以招了啊 让他变成北京的一个地方性大学 就跟我们上海大学一样 你就是招这么招招上海南的啊 变成一个地方大学 呃 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发表纪念南海仲裁案 所谓裁决出台七周年的声明 并称仲裁裁决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欢迎越来越多国家知识裁决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王文斌表示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中国外交部于2016年7月12日就此专门发表声明 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 越权审理 啊 枉法裁判 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和一般国际法 所做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中国不接受 不承论该裁决 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王文斌指出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实际中形成的 就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在那个情况下都不受非法裁决的影响 南海裁决非法裁决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质疑 许多国际权威的法学专家和学者 包括国际法院前院长 国际海洋法庭前法官都曾撰文指出 该裁决存在严重谬误 甚至连菲律宾国内的有十知识都公开指出 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 中方关于不接受 不承认该裁决的立场得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支持和理解 而且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有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各方一致同意 按双轨思想处理南海问题 那么还有记者问 7月12号 美国公文员发言人表示 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否定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主张 是终局的 对菲律宾和中国军有约束力 要求中方停止海上非法活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面表示 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严重违反 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中方不接受 不肯承认该裁决 正式维护联合国海洋公约的 权威性和完整性 美国座民南海仲裁案的 始作用者和幕后操守 明年在非法裁决出台周年之际 大肆轩然炒作 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 逼迫中国接受非法裁决 中方对此进去反对 万斌指出 美国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 和客观事实 违反联合国现状 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海洋法 违背美方做出的南海主权问题上 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在南海挑事生非 利用南海问题 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更是别有用心的 中方尊重美方尊重 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停止一切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 言行和举动 不要做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黄文斌说 当前在中国的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一到 继续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推动本地区繁荣发展 简而言之就是 你美国放的屁 臭不可闻 我们根本就不屑于 跟你去有什么任何的接触 你说南海的这些屁事 我们根本就是 不把它当一回事的 你美国也不算什么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硬气 所以那些人天天在那边讲 说中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俄罗斯 极端俄粉是一种病 是一种精神疾病 这个离间中俄关系 离间中俄民间的交流 曲解歪曲事实 在这个地方对 在俄乌战争当中支持 俄罗斯的中国广大网民 来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 中国在官方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莫斯科奥运会也是称为 世界上最惨的一届奥运会 只有8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大部分西方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坚决抵制 当时的中国人 长期以来都是敌对这个苏联的 但现在情势不一样了 你的敌人是谁 那些人今天说 美国没有分裂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土 那为什么要让中国接受南海仲裁案呢 对不对 美国国会直接说 英国华尔厦的麦克马红线 是中英之间的边境线 这个是他出口的做的事情 这不是在分裂中国吗 藏来难道不是我们的吗 对吧 但方面反对武力改变现状 钓鱼岛是我们的 他说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台海他说 停止这个武力攻台 对吧 这不是在分裂中国吗 所以说今天 我们就要讲一个重点问题 清华北大的80%的学生在替美国服务 留学在西方替美国服务 他们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重点来讲 他们就是我们民族的罪的 他妈的公民钓鱼 我所说 清华北大根本就就不就不是什么什么东西 曾经是 北大在季先林死后就不是了 对吧 然后再往前走 清华大学 老一辈的 他们自己也拿老一辈出来当党箭牌 那说明你现在就是一坨屎了 对不对 什么是啥也都不是 所以说句实在话 不能说全部都不是 有一部分还是好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各地的状元在用脚投票 往常北大清华地露神坛 多名高考状元 青睐国防科大 大陆高考成绩陆续放榜 考生也开始面临选田志愿的抉择 大陆网络上近期传出北大清华地露神坛 国防科技大学的呼声更高等讨论 不报北大清华 而报大陆国防科大成为潮流 一事受到乐意 北大与北京清华是大陆大学的顶尖指标 也是新兴学子仰望的目标 但王罗消息指出 江西省高考状元726分的杨一鸣 最后拒绝北大与北京清华邀请 而选择国防科大就读 另一名贵州省高考成绩第一 723分的女生孙玉凤也是如此 在大陆爱国的社会氛围中 相关消息引发网络一片赞赏 称赞他们为大陆的敬顺 和国防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部分舆论则批评北大清华不爱国 毕业生到国外留学工作 为外国培养与诉讼人才等 国防科大才是国之栋梁 大陆国防科技大学被称为 军中小清华 不要说什么小清华 不要拿清华这个字 国防科大就是国防科大 什么军中小清华 放他个驴儿屁 清华这两个字 不要再出现了 这是侮辱全体中华民族的事情 不要在这个地方 把什么清华做一个标杆 谈了什么 这些年出了多少犯罪 出了多少他妈两面派 墙头草 骑墙的东西 没有骨气 他们是一帮自私自利的 为大陆培养无数的军事专业技术联财 同时国防科大的福利破加 村长军官学院内的考试拥有军级 能够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 学习费用 伙食费由军队承担 且发放补贴 而从各省的录取分数性来看 国防科大基本上和哈尔滨工业大等高校处于重一分数阶段 到吸引高分段学生甚至是高考状元报考 此前并不多见 更为被列入高考状元选择的前20所高校中 那么针对网络相关讨论 大陆国防科大澄清 网络有些所谓状元放弃差效 报考国防科大的贴文或短音 觉得都是内容不真实 该校不认同部分影片中 对高校之间的不恰当对此有言论 解放军信用传播中心 郡正平工作室评论称 报校国家的成才之路有千万条 无论是军校还是地方院校 是个字节才是最好的 二者绝对非对立关系 制造不上清北上军校话题 则是贩卖情怀制造割裂 成为悉情扭曲爱国主义 到来了 作为这个官方嘛 作为解放军 作为这个当时方国防科大 他们呢确实要这么去说 因为这个也没办法 你说句实在话 你在这个地方去支持 或者不支持 或者怎么样 都会引发社会的这个舆论的这个浪潮 你说你不支持 对不对 你应该考700多分 你就应该上北大上清华 这个 这个 没有 这个不是一条 标准答案 我考700多分 我就上北大清华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想说的是 你这些学校如果有这些状元 这些优秀者 他们的加入 你的学校不就抬升了吗 所以说他们不能说不支持 不支持你说打击人的这个自信心 那么你说支持 说支持 那就是跟北京北大清华搞对立 这个也不好 所以他呢 这样的回复呢 我觉得呢 是情理之中的 但是我们作为广大的老百姓 我们心里很清楚 北大跟清华 这些年的一些负面的新闻特别多 尤其是 他们的一些教授 已经成为了 现在在YouTube上做节目的反贼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想想看 什么周孝正 夏严良 什么还有复旦的那几个 不是在网上听着做反贼 不能说 他们是这些大学出来的做反贼 就是说这些学宝 而是说这些学校 你有多少人真正在为中国在发展 二十项从全国重点的项目当中 你有几个是清华北大 当然如果那个是文科 那个是理科类的啊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还是他妈搞这个啊 太空的 然后呢 还跟日本一起开发 清华北大学 跟日本一起去帮助日本发展火箭技术 火箭推进技术 因为日本之前放的那个火箭 都没办法升空的 所以老兵就说了 想干什么 对不对 耶伦 博恩斯他们老是喜欢跟清华来来接触 到底想干什么 留学什么都OK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批判的 留学我觉得这是支持的 但是你留完学 你学有所成了 你为美国利益而服务 你说我是个人 我上学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考试牛逼是我个人的事情 这种认知 连美国兰德公司都说 这是错误的 你他妈的是 首先对不起 就是他们今天 为什么很瞧不起中国人 为什么在全世界 我在很多地方去玩 去旅游 很多人都瞧不起中国人 当然有西方 长期的 大外宣的抹黑 还有一个 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做法 像尤其是这种做法 就像这种你的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做法 这就是不对的 我在全世界 我去了很多地方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会说自己国家不好 但中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 很多的这种出国的人 在那边 不管是任何一个阶层 很多人在那边 以说自己国家不好去取悦老外 其实你是被人看不起的 其实你是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说 你像在法国这些地方 你去介绍你自己 你都得讲自己的优势 讲自己哪里牛逼 讲自己哪里屌 而不是在那里装什么谦虚 你讲这个东西 你不能够去贬低自己的国家 所以你今天 你们在那里为美爹服务 但是你们首先对不起的是 自己同胞 在教育当中为你们所做出的牺牲 你不要认为 这只是说是你 是你个人的事情 也许通给他们的清华大学的学生 就灌输说 不要去爱国 你这是个人的事情 你个人 你的个体是高于一切的 这不就是美国的 这不是西方的 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吗 个人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就叫集体利益 放一个6RP 集体算个屌 对吧 所以我就说 今天 清华跟北大 在中国人的眼中 已经不是那么的 屌兮兮的 已经说 清华北大 上清华北大 上清华北大 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老编就要讲 你想要去给这个 给你们学校去证明的 你就 对吧 对吧 在国外 你学的差不多了 或者怎么样了 对不对 你就回中国来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出一份力 因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是说靠我们这些人 是靠你们这些人 不是靠我们 好吧 所以说这个 要好好的 想一想 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些高考状元 不想再加入清华北大了 他们现在的孩子 也不是傻逼 现在的孩子很爱国 现在的孩子 他们 你难道说 卢江中学 那个小孩 他说 学习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 你以为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吗 那是很多高考学子的声音啊 你看那小孩 卢江中学那小孩 就是这次高考 也考了600多分了 但网上的舆论 在攻击他 说你这个小红卫兵 你这个小红卫兵 你378分 你奋斗啥呀 你这个一个岔身 你奋斗什么 但人家是620分 还是630分 相当优秀的 那所以你觉得 这种声音是个人声音吗 现在的小孩 他们很爱国的 他们很多也 从小 现在小孩 你说七八岁的 五六岁的 从小就出国 都转了全天 觉得国外也没什么 人家不当铁奴 不当贵族 很优秀 这些小孩 你说这些高的状元 我也去查过 他们 没有什么 从小去上 上那些一个月狗逼 他妈一万五六 两万块钱的 一个月学费 一两万的 这种什么双语幼儿园 你他妈的去上 那个吊七八学校 是无非是去证明 自己能有点臭钱 有两个臭钱 你他妈还能表达什么 对不对 你去说 你从小学那个吊英语 有意思吗 今天看我节目的 很多的网友 优秀者 这些学历非常高的 很多他都 就是没有上过这种学校 从小就就是这样 一点点这样 去学上去的 真正要用到这个东西 去学一学 他也学得进去 你从小去学 这个玩意干什么 从小就培养 他妈那个逼的 重阳媚外 所以你现在的小孩 你去上那种 养奴学校 和你在公立学校 还有一些比较 真正的搞私立的 那 搞私立搞得比较好的 那种学校里 出来的小孩是不一样 你是格格不入的 我在上海 有些业务 上海有些这个学校 有些那个国际部 有些是我的业务 我看那些小孩 很孤单 眼神很空洞 自己国家这么强大 为什么还要去学 昂萨的那种语言 他们也 那种眼神 我看得出来的 那孩子 对不对 你有些父母 你有些兜里 有米的 有密西地 你们好好用在正道上 别把孩子 给搞成 现在这个社会的另类 到时候 西方也不待见他们 你学的英语 你要出国吗 或者去进外企吗 不好意思 你中国人 他们是有意识的 来压榨 来打击你 只让你当基层员工 当个小组长不错了 让阿三来当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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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阿三来当CEO 来干你 让日韩人当经理 整你 让台湾人当你的顶头上司 这他妈就是 这种外企文化 你你明白吗 你啥都不明白 你啥都不懂 然后呢 在国内呢 啊 在国内 你让他们去去干嘛 周围的朋友 又不是一个圈子长大的 他们就会成为 垮掉的一带 逝去的一带 明白吧 啊 你有的小孩在海外读书 现在回到中国来 你行就各个部落 啊 所以说 清北这样的 啊 现在 还在 天洋 从西方的 已经不符合时宜了 谢谢各位支持